顺着西南角一路往上走 果真有一块石板 石板的反面贴着两道镇手用的符纸 但都有残缺 想必是被老鼠之类的给破坏了 符上还能辨别出写的是 赤令捆仙索大将军到此阵 石板已经被移开了 足够一个人出没 爬出石坑 外面的天已经是傍晚了 这才发现此处正是那废弃寺庙的后院 那日他们几人倒也去搜寻过 想的是洞口被积雪埋了没发觉 那僵尸便是从这里爬出来害人 误让扎文兵以为是从里面出来的 白白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还差点网送了几人的性命 看着手中那本泛黄的现状书 结合地道里的师祖遗骸 扎文兵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芸汐子师祖 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本书而到这里的 扎文兵看着身后的这片寺庙对扎鹤问道 这里会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闹若狼的寺庙啊 到最后所有的僧人都成了若狼 扎鹤点点头道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个说法由来已久了 我们这儿的人不行独撞 因为说假话 佛会怪罪的 所有的传说都是有根据的 那有没有说 后来那些弱狼是怎么被制服的 那就没有了 扎文兵没有再多问了 今晚他们准备换一个地方过夜 外面的风雪也停了 得趁着天完全大黑之前 找到露营的地方 按照寄云龙给的地图 孙八经雪山距离他们要去的地方 应该至少还有六七天的路程 三个人正准备走的时候 天空传来了一阵轰隆声 一架直升机在他们面前 约摸二十米高的地方悬停站 螺旋桨巨大的风力 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只见一个个人从上面速降而下 机尾处那个红色的五角形 标志着这架直升机是属于军方的 一个身着黑色净装的女子 全副武装的走到他们跟前问道 谁是扎文兵 扎文兵打量了他们一下 这女子约摸二十几岁的年纪 但眉宇之间呢 却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刚毅 她上前走了一步 说道 我就是 那女子也对着扎文兵上下打量了一番 又从口袋里翻出了一张照片 比对了一番 这才正色道 接下来 我和我的人将会陪着你们一同进山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来的一共四个人 三男一女 除了这个女子 还有三个男的 其中一个人的体型格外大 那身形啊 比起大山 有过之而无不及 闭着眼睛做养神状 还有一个人的体型只有一米五左右 正笑嘻嘻地盯着他们看 手中不停地来回丢着一把尖刀 最后那名男子倒是显得稍微正常一点 只是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蛤蟆镜 也看不清楚到底长得啥样 那女子说完话之后 就准备掉头要走 张文斌说道 哎 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一起啊 只听那名瘦小的诸如男子鸡笑道 喂 男人婆 她说她不需要你 看来 你果真是到哪都惹人瘾 怪不得嫁不出去 那女子的脸上婉然一笑 竟然露出了一丝妩媚之意 片刻过后 就听到雪域高原上 响起了一声枪响 他妈的 那个男人婆怎么这么凶 说翻脸就翻脸 老子还没有说儿子呢 这一切发生的时间 不足短短一秒 扎文斌没有看清 扎鹤更加没有看清 唯独卓雄也只看清了个大概 那名女子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举枪上膛瞄准射击 只是在电光火石般的一秒钟左右 这一系列的动作 卓雄自认为自己做不到 就是当年放眼整个军区 也不会有超过三个人能够完成的 而那个侏儒的反应呢 则更加让人觉得恐怖 不到五米的距离 枪的射击方向是她的裆部 但是她却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原地起跳 那子弹的弹道微微向下偏离了几公分 只是擦破了她的裤裆而已 那女子把枪口竖起 用鲜红的嘴唇吹了吹 说道 下一次 你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然后她收起枪 对扎文斌说道 那个叫季云龙能不能活命 就看你的了 卓雄往前移不到 什么意思 那女子脸上浮出了一丝红韵 又多出了一股让人说不出的好看 只是下一秒 她又换了一副冰冷的表情 用手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拉 说道 她犯下的错足够军阀处置了 不过我只负责属于我的任务 至于她嘛 就看这位大名鼎鼎的扎先生 提供的信息准确度 你们比我预想的要快 老刀是你们什么人啊 失败者的名字不配让我记得 组织很重视你们这次的行动 我们四个得到的命令 就是让扎先生顺利完成自己的事情 条件呢 扎文斌问道 他知道 姬云龙作为一个军人 犯下了严重的失职罪名 所以他留了一封信 让他带回去 那封信的背面 他画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标记 反过来的阴阳八卦图 这就是那个组织的代号 你 任何一个朝代的政权 除了表面的正规力量之外 都会存在一支特殊的力量 一群由能人义士组成的地下组织 老王是属于那个组织的 也是他一手把扎文斌带进了这个组织 只是扎文斌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 他本就是个乡村野道士 闲云野鹤般的过惯了 但是他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从来都是被人监视着的 只要他一只脚踏进了那道门 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 因为他已经上了逆的名单 我只负责完成任务 条件嘛 等结束了 我想自然会有人开口的 扎文斌扬了扬手中的现状书说道 你可以跟他们汇报一下 我没什么把握 不用汇报 有把握的事 我们从来也不做 今晚也不必走了 还是原地过夜吧 反正该收拾的 你都替我们收拾了 说完 他又从背包里 丢出了一份东西出来 那是一个文件袋 上面有火器封着口 有人让我带给你的 说是可能会有用 扎文斌拆开那个文件袋 里面只装着一张白纸 拉开白纸一看 上面写了四个字 圣连净水 夜晚还是在那个洞口 扎文斌他们三人用的是睡袋 而那几个奇怪的人 则就是合一而睡 高原夜间温度极低 可以达到零下二三十度 而他们身上的衣物并不厚实 折腾了两天 扎文斌很累 毕竟他只是个普通人 对于高原环境尚且不能完全适应 迷迷糊糊的就着火光 就睡着了 半夜里 扎鹤被尿给憋醒了 想起一夜 但门口处横七竖八的睡着四人 他怕打扰了人家 就往里面走了走 这条地道 昨天他们都走过 扎鹤很自然的来到了一个拐弯处 离营地也不过就十来米的路 但是能遮挡住外面的视线 扎鹤方便完之后便往回走 他这几天啊 眼泪 还能补个好叫 刚走过拐弯处 一个人矗立在外面 黑不隆隆的 也瞧不清是谁 迷迷糊糊的 扎鹤以为是个企业的 就把身子往墙上靠了靠 好让别人过去 那人呢 倒是静止地朝他走了过来 到了扎鹤身边的时候 突然把他的肩膀往下一按 那股力道之大 超乎了他的忍受力 顿时就被按倒在地上 那人嗖的一下 就从扎鹤的身上跨了过去 接着又有两个人紧跟着走了过去 其中一人还笑嘻嘻地 在扎鹤的背上踩了一脚 扎鹤莫名其妙地被摔了个狗吃屎 还被人踩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呀 连爬带滚的去喊扎文斌 被他这么一吵一嚷 扎文斌和卓雄都醒了 然是 这样 是 玩得 在